嗨喔 你看 全部都是娃娃頭 看你 你的臉怎麼變這樣 我的名字是 Matt 這是娃娃 喔 嗨 Tim 是 你到達了 是 我到達了 歡迎來到Slapps in Alaska 這是一個長椅子 你會站在那裡的露營 哇 OK OK 是 完美 太帥了 太帥了 oh yes oh yes 他會給你水和其他嗎 OK OK yes 我們有水 超酷的 他現在要帶我們去看我的房間 然後我的房間好像就是 嗯 外面的廢棄露營車 好的 我們現在住這個房間呢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 然後也沒有什麼燈 我現在是靠手機的燈光 他這邊有一個床 然後我們再往裡面走的話 還會看到第二個床 然後這個床呢比較亮一點點 因為他上面有一個燈可以開 嗯 這個床還不錯喔 這個被子應該是沒有洗過 好 太帥了 太帥了 我們現在去刷牙洗臉 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早上的樣子 因為我們昨天很晚才來 其實這就是我們面面露營車 的地方 超酷了吧 登登 天然的消熱 好 那我們來這邊刷一下牙好了 喝咖啡嗎? 對! 太棒了! 好 那我去做 這是我老闆 嗨 早上 嗨 老闆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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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認識你 好 我在等你的咖啡 嗨 各位早安 小向昨天在這邊睡了一整晚 其實我沒有睡到很好 因為這邊 你知道嗎? 沙漠太乾了 所以 但是呢 我超愛這個地方 歡迎來到 SLAB CITY 你知道嗎?我昨天住在這裡的時候 完全沒有什麼燈 而且連廁所都臭到爆炸 洗澡更不用說的 它是露天 所以我們要洗它 但其實他們洗澡是有熱水的喔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號稱 全世界最後一個自由之地 SLAB CITY 大概是距離洛杉磯 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然後它這附近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舊屬山 等一下我們會去 這附近也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SOLTEN LEG SOLTEN LEG SOLTEN LEG以前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度假聖地 但是因為後面 開始沙漠化的關係 它那個湖慢慢的 一直一直變小 鯊魚都出來了 所以變得非常的臭 所以SOLTEN LEG 它就變成一個遺棄的度假聖地 已經沒有人要來了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SLAB CITY 剛好就在SOLTEN LEG附近 原本加州呢 是要把這個地方整個收起來 但後來因為有些社會福利機構呢 開始慢慢幫助這個地方建立起來 在地人呢 他們就是拿一些廢棄物啊 開始裝潢 然後開始打造成自己一個很像家的地方 然後呢 在上世紀的60年代 其實就是一群開著房車的人 來到這個地方 居住下來 但這裡呢 不用繳稅 也沒有市長 也沒有水電 什麼都沒有 甚至在那個時候呢 Google Map也根本就找不到 等一下呢 就讓我們好好探索這個 全世界最後唯一的自由城市 SLAB CITY 他們呢 都是用太陽能發電 然後這個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 哈哈哈 再來就是這裡 他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藝術品 這個呢 就是我昨天晚上睡的地方 然後它下面有發電機 然後這裡你看 他昨天跟我講說 這裡可以洗衣服 但 欸我覺得 還是不要洗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洗不洗得乾淨 哈哈哈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沙發啊 他們的小庭院 也是堆了蠻多蠻多的 嗯 回收瓶 我住的這個HALZO外面呢 其實有非常多其他的房車 也其實他們也都是 嗯 一樣啦 就是住在這裡的人 然後可能都是從不同地方過來這邊的吧 嗯哼 現在呢 要帶大家來到這邊 非常有名的西皮藝術村 East Jesses 這個地方呢 其實由不同的藝術家 用一些廢棄物或回收品 打造了一個非常酷的藝術村 我覺得這邊超creepy的耶 我覺得很特別 哇 太棒了吧 OMG 我沒有看過這麼酷的藝術村 而且你看它的入口 就已經讓人家非常的驚奇了 這裡面也太帥了吧 哇 欸這個真的超酷的耶 這個是廢棄的鋼琴藝術嗎 哈哈 然後我們看一下旁邊還有很多很酷的一些藝術品 哇你看 這個房子 超棒的 哇 我的天啊 竟然可以做成這個樣子也是蠻厲害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些就是 車子的藝術啊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 非常超出我們原本想像的一些 嗯 藝術作品 很特別 你看這個超有名這個牆 是必拍一定要拍照的地方 各位 史上最creepy的車子 這個是人行蜈蚣的翻版嗎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唷你看 全部都是娃娃頭 哦 我的天 肯尼依你的臉怎麼變這樣 OMG 真的是密集恐懼症耶 太誇張了啦 呃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我不想多看 這個真的很恐怖 太誇張了 OMG 居個錢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維護這個美麗的遺失村 各位 當你看到這個超大的告示牌 就知道我們的救贖山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我們的老爺爺藝術家 他的故事 還有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這邊做 其實老爺爺他在這裡就是一個人 然後自己成立了這整座山 真的蠻偉大的 之後我們還沒有入安 本下人呢 那麼快 然後我們去拍照 他們飛票 沒有人呢 然後我們來拍照